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終於來到第二章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段考的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步入12年國教了 所以理論上來說呢 在校成績的這個考試分數 不是這麼的重要啦 那即便是在以前 還是有要考試升學的時候 我也都跟我的學生說 就是我可以接受他們考到 比如說70幾80幾分 我都覺得OK了 那要考到九十幾分一百分呢 那個要自己努力 然後真的需要一點點比別人聰明 然後運氣 所以我不會要求到這樣子 只是呢 我強調就是你學會的東西 你要能夠內化 什麼叫內化呢 來跟我說一次 太陽是懶的 那你講太陽是懶的的時候呢 心裡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怪怪的呢 就是因為 你心裡已經內化了這個姿勢 就是你覺得太陽應該不是懶的吧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你走在這個小 即便你還是很小的時候 走在這個大賣場裡面 然後發現媽媽在很遠的地方 於是你決定叫她 那你會不會很認真的想一下 欸欸欸欸 喔對對對對對 叫叫媽媽 這樣子 就是 你不會去想這件事情吧 你要叫她 不管你是叫她媽媽 媽的 娘親母親 還是媽 這樣子之類的 總而言之呢 一件已經被你內化的事情 它 從你腦袋裡浮現出來 是如此的顯而易見 所以你看在之前的教學裡 我總是說這個 看到二要想到五啊 前面乘以十 後面就要乘以十啊 欸要做單位換算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套 然後去想想看有幾套啊 絕對只就是距離啊 如果是相反數的話 就是何為0 那如果是倒數的話 就是相乘是1嘛 這些東西喔 如果你已經內化了的話 當你在看到它的時候 我之前提過這個 同步放電效應 你在接收類似的訊息 它很快就會散出來 因為你的那個大腦地圖 被這兩個訊息被畫靠近了 那這個就是內化 如果你沒有內化 如果你只是 我有聽懂啊 這樣子的話呢 在接下來學後面的知識呢 你就會因為前面的東西不夠熟 所以就沒有跟上 或者很容易花太多的力氣去 處理那個題目本身 我們說學術學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要減少對智能和記憶的依賴 那如果你內化的不夠 你就還是會對智能跟記憶有相當程度的依賴 這樣學術學不算好 那我們接著來介紹這個第二章的課程呢 我們一開始 第一章叫做音速倍數的問題 那我們一開始要來先 帶大家重新認識一下所謂的倍數 這個 這個 音速跟倍數是相顛倒的嘛 其實這個國中學過了 國小學過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是要來重新的去定義他們 以有變有助於我們去內化這個知識 我們更正確的學習 就會有助於你內化 你就不需要死命的一直背 那寫起題目來也會輕鬆愉快很多啊 來在你們的筆記本上面寫下這一句 A的倍數呢 我們用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今天這個東西 它如果去除A的話會於0 也就是說我們重新以余數為0的角度 來看待倍數這件事情 讓我來舉個例子 這裡有幾顆這個小珠子 總共14顆 那14除以3是余2 代表14顆珠子 我把它三個一堆三個一堆的話 分完之後會剩兩個 接著這邊有17顆小珠子 17除以3也余2 那17顆小珠子 我把它三個三個一堆 分完之後也是剩兩顆 那請教各位 這個我如果17加14除以3會余2 我的意思就是你先不急著去加它 我只要加出來31啦 那你從這個圖形上面去想 14個小珠子 三個一堆三個一堆余2 17個小珠子 三個一堆三個一堆余2 所以他們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我也不要打散它啊 我還是三個一堆三個一堆嘛 所以最後會怎麼樣余2又余2 那因為我的除數是3 所以你不可能余4 所以你其實應該是余1 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用余數的角度 重新來看待這個因素跟倍數的時候呢 怎麼樣的情況下 這個一個數字 比如說B會是A的倍數呢 就是它除以A與0的時候 那如果今天有兩個數 我們剛剛說這個14加17除以3呢 它最後會與1嘛 那如果是21加16呢 21加16 結果除以3會與幾 21這邊除以3於0 16這邊除以3於1 對不對 所以它最後加起來去除以3 三個一堆三個一堆應該也還是於1 所以這個就不是3的倍數 這個也不是3的倍數 15加12 15除以3於0 12除以3也於0嘛 所以它合起來就於0 所以這個就是3的倍數 如果今天我是這個16和17 加起來除以3呢 16除以3於1 17除以3於2 那個余數至少要抓快一點 你知道你抓15去減就可以了 這樣子除以3的結果就會余 余3其實就又一整堆了嘛 所以就余0 所以這個合起來33 這個也是3的倍數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認識它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來推導一些知識 那余4在這下面寫下一句話呢 當然有一種情況是 我把余數補足了 結果它反而會余0 結果反而是3的倍數 那更常見的是 來看這裡 有兩個數相加 如果其中一個是A的倍數 我希望加起來也是A的倍數的話 代表後面這一半也要是A的倍數 可以嗎 所以在本的上面寫 若 假 4A的倍數 且 應該說我希望你也可以寫 想要使得 假加以4A的倍數 的話呢 那麼 則 以4A的倍數 那來我們在這後面 再補上這個 假如果是A的倍數代表怎麼樣 假除A於0 所以假加以 除以A也於0 所以其實以除A也應該要於0 對不對 這個是這個部分 我們有關倍數的推導 聽起來好像很簡單 那為什麼要講 就是你要先了解這件事情後面的推導才會具有意義 接著的部分還是請你寫在本子上 但是因為要寫的東西很多 我的筆太出了 所以我不寫在我的本子上 還是請你把它寫在你的本子上 我們要來證明這個 如何判斷 2跟5的倍數 要怎麼判斷一個數字是不是5的倍數 其實這個好像國俠有教對不對 判斷這個尾數是0和5的話就是5的倍數 那2勒 其實應該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尾數是24680的話就是2的倍數 為什麼 或者說那如何判斷4的倍數 學長老師在教到這一章的時候很多就不證明這個東西了 我覺得這樣子很不好 因為你如果不去證明它的話呢 學生就變成只能用背的 背的然後背起來 然後不斷的寫題目 然後讓自己好記憶更深刻一點 這樣子 這樣子 其實 你如果能夠說明的話 學生會比較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而且我覺得一點很重要 就是他們對於數學這門科目的認識 不會只是背公式 然後寫題目 背公式 寫題目 背公式寫題目 這樣子 他們應該要了解數學的東西都是有邏輯的 所以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問題 我們從4開始來證明 等下回來證明這個2跟5 4的話呢 學校老師通常也會教 要怎麼判斷一個數字是不是4的倍數 比如說這個12336 是不是4的倍數 學校老師會跟你說看末兩位是不是4的倍數 如果這兩個是4的倍數 比如36是不是4 那這一整個 就是4的倍數 But why 為什麼呢 那這個來 把我剛說把接下來寫東西寫在本子上 如果我有一個5位數 A B C D E 那事實上我們應該要把它唸成 A 1 B 1000 C by D 11 這裡是個位數 A 1 B 1000 C by D 11 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上課上到這裡的時候叫學生跟我唸一次 A 1 B 1000 C by D 11 他們都會 開心 對 以前沒有這樣子去唸過一串數字 那A 1 B 1000 C by D 11 那這樣子這串數字呢 我們來砍一刀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我為什麼要砍這一刀了 這一串數字 他其實是A 1 B 1000 C by D 11 A 1 B 1000 C by D 11 A 1 B 1000 C by D 11 我們這邊就是例子 這個就是12336 對不對 把它砍一刀 他是12336 那這邊呢12300其實是123乘100 這個可以理解吧 他是12300 所以這個A 1 B 1000 C by D 11 其實是A 100 B 10 C乘100 加上D 11 我們這個 在底下畫短斜線 代表他不是相乘的 他是這個三位數 這是兩位數 那A 1 B 1000 C by D 11 我為什麼要砍這一刀 因為我要去證明要如何判斷 4 其實還有 25的倍數 我講到這裡你就應該知道了 為什麼要砍這一刀 因為100是 4乘25 所以A 1 B 1000 C by這邊是A 100 B 10 C乘上 4乘上25 加上D 11 好回到我們剛才講到的 既然左邊他乘了4 也乘了25 代表左邊他就是一個4的倍數也是一個25的倍數 那麼 他去除4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要 所以如果我希望整個數字是4的倍數或是25的倍數的話 我只要使得右邊 D 11這邊 他除以4也於0就可以了 所以只要 如果D 11 是4 4 合數 的倍數 那麼 右邊除以4 就會於0 那麼左邊除以4也於0的話合起來就除以4也會於0 所以只要D 11是4的倍數 A 1 B 1000 C by D 11 就是 我寫不下 我寫下面 就是4 的倍數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 如果右邊是25的倍數 那麼A 1 B 1000 C by D 11 就是25的倍數 好那說到這裡這樣 有懂嗎 所以你看我們前面學這個 4乘以25是100這件事情 如果你熟的話 你在這裡 跟進就會很順利 內化 就是要好 那當然老師的責任 我們 透過這樣子的學習 我不只是在教 證明這個因素倍數 我也讓你們 再學習一次 活用的去使用這個 2跟5的次方的關係 所以這個就是證明4的倍數 所以我們判斷末兩位 可以判斷4和25的倍數 25的倍數的末兩位有4種 還記得嗎 那4種 25 50 75 00 這個要內化 尤其如果你是要去當老師的話 你一定要常常能夠在 學生嘴邊 不斷的講這些東西 那他們要透過你來去學習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 很熟悉 這個 這樣子的數字的關聯 那 家長的話 盡量 因為家長還要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不過就是盡量 學數學生好玩 教數學生好玩 好 那這個是25的倍數 如果是4的倍數的話呢 在40以內 都落在99乘法表裡面 所以我相信像36這個東西 並不難判斷 那如果今天是56雷 他是不是 4的倍數 如果是62雷 他是不是4的倍數 怎麼判斷呢 不急著去除 來教大家一個方法 扣40 我們剛才有教啊 對不對 本質上寫的嘛 如果你 整個合起來 是4的倍數的話 如果你整個合起來是4的倍數的話 然後你一段是4的 前面是4的倍數 後面就應該也會是4的倍數 所以你 我現在呢 把56分成40加一個數 44是4的倍數啊 所以只要後面這個是整個就是 那 62是 這要寫等於 62-40 等於22 對不對 所以 564 4的倍數 6254 那如果是 92勒 扣 80嗎 對不對 對啊 老實呢 直接扣80就好了 所以92是4的倍數 所以4的倍數其實很好判斷 OK 那這個是4的倍數啦 那你們繼續寫 4跟25的倍數 你們繼續寫在你們的本子上的下頁 就寫在這個 我們的白紙上 好 同樣的如果是 A1 B1000 C100 D11呢 那既然剛才示範了這個 4跟25的倍數 我們現在來正2跟5的倍數 要不要試著自己寫寫看呢 如果我們一刀切在 10這一位 趁現在趕快自己寫一寫 一刀切在10這一位 所以他就會變成 A1000 B100 C10 D 乘10 加1 對不對 那麼他就會變成 A1000 B100 C10 D 乘2乘5加1 所以只要 1是 2 破5 的倍數 那麼 A1 B1000 C11 第11 好 便是 2或5的倍數 黑嗎 好 那很快就可以證明了 好 那這個 2跟5的倍數要注意好0是任何數的倍數啦 所以除了 2468之外還有0 5跟0 這樣子 如果是三位數呢 好就可以用來判斷 這個 A1 B1000 C100 D11 切 最後三位數就可以用來判斷什麼 用來同理 我就不再多寫了 用你們要自己寫的話也可以 用來判斷這個 8或125的倍數嘛 對不對 因為前面是 A10 B 125乘8 加上這個 對不對 125的倍數只有8款還記得嗎 來很快的念一次 125 250 375 500 625 750 875 000 這個是125的倍數 然後手喔 來 8的倍數 莫三位呢 其實也有一個方式可以比較快的判斷 但是 介紹起來有點給他融場 所以 改天再介紹 因為不是這麼急的事情 那懂了 先懂這件事情 好 那這個 還要來 來介紹一個 好 麻煩請換頁 我們 國小的時候就有學過很多指數了 在 10 以前 的指數有這個 2 3 5 7 10 10之後的第一個是11 那所以我們呢 介紹了25 之後呢 7沒有辦法 用邏輯去 推論 所以我們要介紹3 3 3 他同時3的這個 如何判斷3的倍數都可以同時用來判斷9的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判斷的方式搞不好國小又有教 但是國小老師就更不可能去證明這個 因為學生沒耐心聽 不過 既然到了國中 最好還是把這個吸收一下 同樣的如果有一個數字是A1 B1000 C100 D11 就是A1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要換個方式來寫了 他其實就是 A1 和B1000 和C100 和D10 和 1 所以是A乘1萬 加B乘1000 因為跟剛剛證明方式不一樣 加C乘100 加D乘10 和1 但是我們都是透過這個實境位的這個重點來去處理他的 10000可以變成9999 加1 1000可以變成99 加1 100是 99加1 10是9 加1 還有最後這個1 英文數字的1 根據分配率 我們會有 9999個A 9999個A 還有999個B 還有 99個C 還有 9個D 那 你會不會想到 我是不是少寫什麼 我最後才寫這個 我們9999個A之後還有 一個A 999個B之後還有 一個B 99個C之後還有 一個C 還有9個D之後還有 一個D 所以我最後還要再補上 剛剛沒寫的 一個A 一個B 一個C 一個D 還有最後一個E 於是前面這一圖呢 可以想見它是9的倍數 對吧 因為每個數都乘上一堆9 那它是9的倍數就同時是3的倍數 所以判斷3的倍數跟判斷9的倍數的這個方式就是看 數字和 就是 A加B加C加D加E 你如果6個就 再加一個 這樣子 把所有的數字全部加起來 如果 A加B加C加D加E 是 3的倍數 也就是他們去除以3 於0 那前面除以3也於0 那麼 A1 B加C加D加E 就是3的倍數 這個自己寫 最後 就是3的倍數 那同樣道理 又 如果 一樣 A加B加C加D加E 是9的倍數的話 那麼 A1 B加C加D加E 就是9的倍數 所以用這個數字合起來來判斷它是不是9的倍數 如果有一個數字是A1B加C加D11 第一次講還挺好玩的 不過小朋友都 那個 信 信未盎然 大概是因為 講是我在講 他們都覺得很好玩 A1B加C加D11 那這個這個數字同樣的他會是這個 再寫一次 A乘1萬加 B乘1000 加C乘100 加D乘10加E 那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在這裡學會一個知識 在這個 百 10百千萬的 附近最靠近他們的11的倍數 10的話呢 是11 所以10等於11 減1 100 我們最靠近他是99 100是99加1 1000最靠近他的是101-1 剛好 1001-1 1001是 11乘7乘13 再提醒一次 所以 1001-1是1000 這個是11的倍數 那10000是9999加1 其實如果再下去 你如果說10萬的話 他就是10萬01這個數字也剛好是 這個11的倍數 所以10萬01-1 然後這個 999999加1 所以剛好會有這個特性 所以他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 a乘以 9999加1加上b乘以 1001-1加上c乘以99加1加上d乘以11-1加1 這裏往一個加1 應該都寫錯 加1 好 那同樣的 這個我就不 把它寫很多 總而言之呢 a乘上9999是11的倍數 b乘上1001是11的倍數 c乘上99是11的倍數 d乘上11也是11的倍數 所以前面這裏會有一坨 11的倍數 然後這裏還會掉一個加1 a 這個掉一個-b 這裏掉一個加1c 這裏掉一個-d 加1 這個是-soy 好 可以嗎 所以最後他這裏是11的倍數 所以只要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把它整理一下加的有 ace 減的是bd 我們把它改寫成 b加d被減起來 這是a加c加e 減b加d 那 你會發現 a加c加e剛好跳著 他們三個是基數位 b加d都是在偶數位 所以判斷11的倍數就是 基數位的數字和 跟偶數位的數字和 如果有6位就還有前面這一個 合起來之後去對減 那這個減出來要是11的倍數 包括0 那這樣整個數字就是11的倍數 很快的來練習一下這個 直音數分解 來再做一下直音數分解4萬2000 謝謝 我做了 4萬2000是什麼 67 8 125 對不對 6是2乘以3 所以2其實有4個 乘一個3 乘一個5的3次乘7 那寫成這種形式叫做標準分解4 標準分解4的底下都是直數 它是直數 然後上面放次方 這樣子 再來寫一個 直音數分解3375 在這裡呢 我們利用這個例子 其實就是要去 練習我們剛才 做這個證明的過程中 有沒有看到我們會把它切一刀 所以其實直音數分解不見得要用 只能用不見得只能用乘跟除 如果你夠熟的話 3375我第一時間就會想要把3 375抓出來 因為我知道這邊是1000的 這邊是125的倍數 3000也是125的倍數啊 所以它是3乘以8乘以125 加上這裡有3乘以125 375是3乘以125 3000是8乘以125 1000是8乘以125 所以呢125抽出來 所以它到底有幾個125呢 它有24個 又3個 125 125 24加3是27 27是3的3次 所以其實3375這個數字是 3的3次乘以5的3次 可以嗎 好 那就是你要對這個 數字的關聯性要強 那我們今天先交到這裡啦 很簡單的內容 希望大家可以 去 練習一下 然後 來作業呢 我們寫一下這個 上一次的 上一次的 我們之前教的畫簡的部分 所以來練習這個畫簡 請敲起來 附帶一題我會把作業掃描成圖檔放在底下 所以大家要下載的話也可以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可以嗎 嗯 好 請上這裡 再見 谢谢大家